《大歐洲夢》 2015年7月12日專題A十九 看世界主篇推介希臘公投引發的脫歐危機 再度為歐洲人追求了如半世紀的一體化夢想敲響景中 回顧歷史,歐洲融合在1990年代徐喬戰結束而增速 可視2005年法國與荷蘭這兩個核心成員公投否決歐盟憲法 把歐盟卡在這個標誌政治融合一體化側面的關卡之外 如今歐洲經濟融合的標誌歐元又受衝擊 無怪歐洲大聲叫囂歐洲一體化行張就木 歐洲各國的統一意志當下飽受希臘債務 非法移民湧入及我烏衝突這三大危機挑戰 加上如戰再延的英國脫歐公投 再可見將來歐洲領袖罪要繁心的恐怕是如何避免撕離 而不是如何進一步融合 明報國際組START歐盟之路1946社下期首任英國首相職位 的休吉爾在蘇黎世大學演說 呼籲建構某種形式的歐洲合眾國1951法國、西特、意大利、荷蘭、 比利時、盧森堡簽訂巴黎條約 於1952年7月23日開始生效 成立了歐洲梅干共同體ECSC 1957羅馬條約設立歐洲經濟共同體 以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tum 1959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EEC 七國、奧地利、丹麥、挪威、瑞典、瑞士及英國 決定成立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EFGA、1965各國簽訂條約合併 ECSC 建立單一理事會和委員會 1973丹麥、外爾蘭及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 挪威公投反對加入1978歐洲理事會 基於歐洲貨幣單位ECO及匯率機制 建立歐洲貨幣體系 ECO具備真實貨幣部分特質 可用於旅行支票及銀行存款 EARM則為各成員國訂立本幣對ECO匯率 英國末加入HERM1981 希臘成為歐洲共同體第10個成員國 1985神金公約簽訂 旨在消除歐洲共同體成員國的邊界 壁壘19861月西班牙及葡萄牙 加入歐共體2月簽署單一歐洲法案 目標是在1992年之前建立單一市場 5月歐盟其次首次在布魯塞爾貝爾萊蒙大樓總部 飄起1992至1993馬城 調約確立各國應訂立一市政經政策 以及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 為後來創立歐元奠定重要基礎 調約逆年生效 標誌歐盟成立1995奧地利、芬蘭及瑞典加入 歐盟增至15成員國 1,997簽署阿姆斯特丹條約 鞏固神根條約及強化歐洲議會職權 1,998歐洲央行成立2012月簽署尼斯條約 改革歐盟架構以利東礦6月外爾蘭公投反對尼斯條約 逆年10月,公投通過2,002歐元實體硬幣和指幣在12國流通 奧地利、比利時、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 意大利、魯深堡、荷蘭、葡萄牙、西班牙2004歐盟最大擴張 仍來十新成員,塞普姆克勒斯、捷克、埃薩尼亞、匈牙利、 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佛克、斯洛曼尼亞 加入歐盟,成員國增至27個2086月 外爾蘭公投反對只在進一步統合歐洲的里斯本條約 逆年10月,公投通過2096月 歐洲議會舉行史上最大型選舉 選出736議員,代表5億歐洲民眾2,013 暫克羅地亞加入成為第28個成員國2015 希臘公投否決債務援助方案 脫歐風險急升2017 英國預計將公投決定與歐盟關係去向退出和暫停成員資格 除1962年愛爾及里亞印度納後不再是法國一部分而自動退出 以及1985年格陵蘭經全民公投決定不理中主 國丹麥而推出歐盟前身,其後上無退會 例子里斯本條約制定成員可通過談判程序 自行推出歐盟的條款 歐盟條約第50條亦列明任何成員國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 推出聯盟歐盟條約第七條提出暫停成員資格的規定 如果某成員國經常違反歐盟條約第二條規定的基本原則 如自由、民主、人權等,經簡單多數投票通過後即可暫停其成員資格和權利 決定其是否違反基本原則則須全體一次投票通過藍天金星期 其歐盟使用的藍天金星期代表歐洲人民的統一、團結及和諧理想 原始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至1955年開始使用的會期 1983年歐洲議會決定原用藍天金星期作為歐共體 歐盟前身其次1985年獲各國接納後原用資金 其上十二夥五個金星與成員國數目無關 《圓環象征團結統日》 逢星期日見報 2 3 6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